向玉皇大帝请示签命 吕秀莲说我可以提升参选品质 在玉皇大帝的面前 我会庄严地向上前禀告 我不是出来搅局的 重申不是出来乱的 前副总统吕秀莲代表喜乐岛联盟 登记申请为总统选举被连署人 他表示希望跟大家一起开创台湾的新前途 却被前总统陈水鞭指天命已过 我等一下来请示玉皇大帝 是不是我的天命已过 我是庄严的 我是神圣的 我可以承受落选 但是我相信因为有我参与 可以提升我们的社会的品质 展现参选决心 喊出保证联署一定过关 并严正否认日前阿典爆料说 自己参选是为了谋划不分区立委 我就是有别人的棋子 我就是以这个参选总统 要换取得不分区第一名的排名 我不知道成何逻辑 这样的气氛 未来还会愿意向这位前长官请义吗 如果私人的会谈会被公开化的话 那我想大概我可以重新考虑 看来这位阿典真的狠狠上了吕夫的心了 真正中心特报导 苹果新闻网的报导是又快速又公正 让我们一起支持苹果新闻网又快又好 属于大家的媒体苹果新闻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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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